今天为你分享的文章来自于哈叔的职场微课堂 你的形象决定了你的收入和人生 曾经有人问我 凤厨和卧龙在职场上 谁更受欢迎呢 我的答案是卧龙 论才智论工作能力 这两个人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真正的差距在什么地方呢 答案是在形象上 想当初凤厨先后去孙权和刘备出面试 但这两次的效果均不太理想 孙权第一眼见到庞统就心生不快 因为庞统长相实在是太寒碜 浓眉鲜鼻 黑面短染 形容古怪 但毕竟是鲁肃推进过来的人 也不好直接回了 所以还是硬着头皮和他聊了起来 孙权问他 你会些什么 有什么能耐 庞统倒也不谦虚 回话孙权道 我什么都会啊 没什么能难倒我的 孙权一听 心里也更不痛快 这家伙也太不懂得谦虚了吧 于是就接着问他 那你和我的大都督周虞比呢 庞统一脸傲气的说 我比他好 听到这样的回答 孙权大怒 拂袖而去 长得丑也就罢了 竟然还口出狂言 如此的傲慢无礼 而后来同刘备见面 庞统也是备受冷遇 主要原因仍然是出在形象上 庞统面试那天衣着邋遢 刘备见到他之后 也不又皱起了眉头 比衣着拉里拉他 更令人讨厌的是他的行为 仍是那般傲慢无礼 见到刘备也不行礼 这让刘备心里挺不痛快 最后碍于诸葛亮的面子 刘备给了庞统一个 县令的小官 打发他离开 和庞统比起来 诸葛亮在形象上 占尽优势 可以用碾压来形容 诸葛亮和周虞一样 都是颜值很高的人 刘备第一次见到诸葛亮 本尊 惊为天人 书里描写道 身长八尺 面如关玉 头戴关金 身披荷场 飘飘然 有神仙之概 有人会说 诸葛亮的态度也很傲慢 让刘备三次登门拜访 才等到 而且第三次 还让刘备在外面等 自己在屋里睡觉 事实虽是如此 但诸葛亮全程都毫不知情 也就是说 并非是刻意为之 至少给人的感觉是无意的 再来看一个细节 诸葛亮睡醒后 当身边的童子告诉他 刘皇叔再次等候多时了 诸葛亮是立马起身 并且责问道 你为何不早早通报 然后转入后堂更衣 衣冠整洁的出来相迎 这种态度和庞统的傲慢无礼 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庞统确实有才华 但是在待人接物方面 在形象上 与诸葛亮相比 是不占优势的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 诸葛亮会受欢迎的原因 一个人的形象 往往决定了他收入的水平 职业生涯的高度 甚至是整个人生 一 以貌取人 这是人的本能 帅哥配美女 那是童话 而美女配野兽 往往就成了笑话 并且会招来很多风凉话 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 这世界终究是看脸的 因为以貌取人 是人的一种本能 小龙女晕倒在绝青谷的谷口 掩掩一息 生命垂危 此时绝青谷的谷主 公孙芷正好路过 下人对公孙芷说 谷主 前面有一姑娘 看着不行了 坐在教中的公孙芷 大手一挥 别管她 我们绝青谷素来 不问世事 随她去吧 继续赶路 但是当公孙芷 从小龙女身边经过时 瞥了一眼 世间竟然有这等 貌若天仙的女子 立马命下人停轿 又是一套说辞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将这位姑娘带回谷里旧事吧 那些长得好看 形象气质好的人 往往拥有更多的机会 已更容易被温柔以待 这是现实的情况 在职场上 颜值高 气质好的人 往往更受欢迎 更容易被善待 哪怕犯了错 也更容易被原谅 出门见客户 形象好的人 更容易和客户说上话 没必要批这种现象 这是人性使然 所以我是比较认同 职场人需要注重形象 这种观点的 平时要管住自己的嘴 多健身 保持体型 多买几套好点的行头 装扮一下自己 重要的场合会用到 很多时候 形象好 真的能当饭吃 一来是出于人性 人都喜欢善待美好的事物 二来是因为形象的背后 藏着一个人的一切 以貌取人 虽然是一种偏见 但却也具备合理性 一个人的形象气质 穿着打扮 多多少少可以看出 他的生活态度 层次 品位 而这也将会影响 他的人生 二 精致是一个人的尊严 曾看过杨岚女士 讲述了一个故事 当时她在英国留学 找工作多次被拒 有一次一位面试官 因为觉得她的形象 和简历不相符 从而拒绝 继续向她提问 杨岚说 我那天的穿着让她鄙视了 我发誓以后 要用能力 让她收回对我的鄙视 可是最终 我连展现能力的机会 都没有 她的房东是一个 很苛刻的中年女人 十二点前必须 熄灯睡觉 不穿戴整齐 就不准进她的客厅 她有客人来访的时候 杨岚必须要涂口红 有一次 杨岚刚洗完头 坐在床上 一边翻看报纸上的招聘信息 一边吃面包卷 房东冲过来 一把读过 她的面包和报纸 大吼道 你这个毫无素质的女孩 滚出我的家 愤怒的杨岚 劈头散发 在睡衣外 裹上了一件大衣 就冲出了门 她进了一家咖啡馆 她的对面坐着一个 比房东还讲究 穿着很精致的老太太 她从旁边拿起了一张便签 写了一行字 递给杨岚 洗手间 在你的左后方拐弯 凌乱的头发 鼻子甚至还沾了一点面包屑 虽然大衣质地很好 但是被松垮的睡裤 衬得有些老旧 杨岚第一次 有点看不起自己 这样的打扮 有多不尊重自己 以至于 让别人觉得 我也不尊重他们 再次回到座位上 老太太已经走了 便牵上多了一句话 作为女人 你必须精致 这是女人的尊严 实际上生而为人 不管是男人 还是女人 精致都是一种尊严 因为这背后藏着 她的生活态度 是拥抱 直面 还是躲避 妥协 是讲究 还是将就 真正优秀的人 有涵养的人 往往都比较注重形象 哪怕跌落谷底 也不会将就生活 马虎对待 这是一种高贵的态度 得到的也将会是 高人一等的人生 三 好形象的修炼 做好四件事 一个人的形象 并不是单单只颜值 穿着打扮 更深层次的 是他身上所散发出的 气质 气场 精神状态 好形象的修炼 请做好 这四件事 阅读 看世界 提升 气质和学识 富有诗书 气自华 一个人的相貌 外在形象 如果没有优势 那么他依然可以靠 才华来弥补 而内在的气质 才华 修养 往往是一个人 最好的名片 保质期也最久远 我经常和身边的人 讲起这件事 有一次参加 某一个论坛峰会 一个胖乎乎的女主 上台在一群 靓丽的职场 白骨精旁 是多么的老土 和不协调 但是当他开口发言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那种强大的气场 和与众不同的魅力 才华和思想 是再高级的化妆品 质地再好的衣服 也无法装扮起来的 管住嘴 迈开腿 保持好体型 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差异 往往来自于身材的巨大差异 养成运动健身的习惯 让自己拥有一个良好的身材 这很重要 一个经常运动健身的人 他的精神状态和经常不运动的人 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所以请管住嘴 不要胡吃海塞 毫无节制 也请迈开腿 多运动 保持好体型 真的很重要 学会沟通 好好说话 良言一语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会说话的人 往往一句话 就能让人如沐春风 而不会说话的人 形象则会在别人眼里 大打折扣 一个人的说话方式 透着他的修养 学识 穿衣搭配 保养自己 什么场合 穿什么样的衣服 不妖媚 不做作 不俗气 大方得体 一态万方 人靠衣装 马靠安 我从来不觉得 一个注重自己外在形象的人 是肤浅的 注重穿衣搭配 化妆保养的人 往往更热爱生活 很多时候 你的形象 往往决定了 你的人生 更直接地说 决定了你的事业和收入 往后余生 请认真生活 不将就 不马虎 唯有如此 生活才会对你 温柔以待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 不见不散 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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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散